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这高光稍微大一些 那么这里粗面 就是说有高光 但是面还是比较粗 我们来看一下 纹理比较清晰一些 大家看 这个效果凹凸比较严重一些 而且高光没有刚才的那么强 未装饰呢 就是一个粗糙的石头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高光 没有明显的高光 OK 好了 我们来启用一下凹凸 回到抛光 看一下抛光的花岗岩 现在默认的就是抛光的花岗岩效果 这里面呢 给它的凹凸数量比较小 所以大家看到当前这个值是0.05 凹凸也不是很明显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将它改为强石料 我们来克隆一掌 再来看一下当前的效果 这一次我们来观察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个位置 现在呢 渲转的速度比刚才稍微还慢一点 好 我们取消 对比一下 看一下 效果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但是这个拉条的感觉要稍微重一点 OK 有光泽的大理石 把这个数量可以给高一点 好 看一看 大理石有光泽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看看它渲染的效果 大家看 纹理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 凹凸很明显 OK 至于底部这个自定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随便选择一张图片了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张 大理石的效果 用这种Max自带的大理石来看一下它的凹凸感觉 大家看这一次 这个凹凸跟刚才就明显的不一样了 大家看这里 看这里 我们把底下渲染出来 看一下效果 因为这是一个Nurbs的模型 所以最好加一个UVW贴图 这个效果可以更明显 OK 这就是Max默认的大理石 可以看到不仅凹凸上有这个变化 而且呢 在这个渲染的效果的这个颜色上面也有很明显的变化 OK 抛光花花港盐 下面还有一些浮雕图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浮雕图案呢 也可以给处理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选一种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种 再来渲染 大家看这种浮雕图案 它会对颜色有一定的影响 但主要呢 还是在这个浮雕上面 大家看 上面这种凹凸的感觉非常的强烈 我们可以将它在比例值调一下 比如说我们给到我们先把这个显示这种结果按钮关掉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比例给一下 给到2和2 20吧 好 先给20渲染一张看看 这次我们看到 它这个图案显得更大了 OK 所以这个食材呢 在我们制作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东西 尤其是它表面的凹凸和浮雕 这个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OK 关于食材的这个设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